《财经世界》 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中概股 最近中概股回归是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有了网易和惊动的成功示范 中概股的回归潮已经是可以预见了 即使是被迫逃离曾经的融资天堂 却赶上了这一波香港资本市场的 主潮隐风 不过让人心情愉悦的数字背后 也不全是互联网大户们 造福本土投资者的美好画面 看似两全其美的选择 其实当中也夹杂着中概股回归的难言之隐 矛头自然是指向了美国资本市场 对中概股的偏见 而瑞信就是那个让不少企业 被迫回家的害群之马 浑水质疑瑞信财务和运营数据造假 被坐实之后 瑞信的股价是一泻千里 也是拉开了国外机构 做空中概股的炫目 我们看到爱奇艺被浑水和 Walkpack联手是做空 好未来也是自曝员工伪造合同 夸大销售数据 另一家在线教育平台 跟水学在三个月内 也是经历了九次做空 稍微追溯一下历史的话 中概股被国外机构做空的消息 其实并不新鲜 仅仅是在瑞信事件中 风头无两的浑水 2010年至今发布了近百篇做空报告 涉及到30多家上市公司 其中中概股有13家之多 何况是在浑水之后 迅速又出现了几十家做空中概股的机构 而瑞信就像是落在了火药桶上的一颗小火星 中概股原本面临的 还只是被污名化的一些隐忧 那么在现在就已经是 演变成了海外机构 对于中概股的信任危机 那么至于 美国证交所委员会主席克莱顿 在4月份时直接警告说 因为信息披露问题 投资者近期在调整仓位的时候 不要将资金投在美国市场上的 中国公司的股票 硬时之间股价下跌 成了中概股的集体宿命 可把时间轴拉长一些 4月份的股价危机还只是小波浪 更大的风暴还在酝酿之中 正如京东在招股书中 《风险因素》里提到的 若财务报表连续三年 不受公开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 那么美国的证交会 将会禁止公司与美国上市 或进行场外交易 言外之意 如果中国企业拒绝审查 或将面临拒绝IPO申请 被迫退市的结果 那么受到危险气息之后 中概股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后手牌 如果换一个视角的话 瑞幸事件和同时期的外部环境 也不过只是中概股回归的一个催化剂 即便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回国上市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赴美上市也逐渐成为了 中国企业的选择项 其中2010年可以说是 中概股境遇的分水岭 2010年之前 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多半是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 那么在它之后 中概股也是开始被边缘化了 这个其中中概股的数量是远超过从前 但是大多数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高估值 截止到目前 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有200多家 总市值是约为1.6万亿美元 其中阿里巴巴的股价是约为 5900亿美元 占据了三分之一 以上的市值排名中 前十的中概股市值的占比 是达到了85%以上 大量的低市值的中概股则普遍处于成交低迷和 估值折让的一个尴尬的一个竞技当中 如何给海外机构讲好资本故事呢 数据是成了全球通用的语言 加上监管机制的缺失 通过财务造假塑造行业笼童形象 是成了一种常规的手法 随之出现的就是一些做空机构 对于中概股的疯狂举及 或许财务造假只是少数行为 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监管的缺位 以及中概股讲故事手法的拙劣 同样是在2010年 熟悉中国企业融资需求的李小佳 成为了港交所的掌门人 而后开始了一连串驻潮影凤般的改革 2018年4月份 港交所是终于发布了新的上市规则 正式推出两项IPO新规 一个是允许同股不同群架构的公司 在港交所上市 二是允许预期市值超过100亿港元的公司 以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这个峡口被打开之后 中概股是有了新的融资渠道 大股的互联网企业是开始赴港上市 同时被证明的还有港交所的融资能力 美团点评的市值是增长了近三倍 阿里巴巴在港股高于美股市场的估值 只不过港交所对二次上市 仍然是设立了较高的门槛 既要在英美等监管比较健全的市场 连续上市满两个财年 还要有至少超过400亿港元的市值 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中概股中 满足回港二次上市条件的仅有30多家 李小佳显然是一个聪明人 一面是张开双臂 吸引臂线中的中概股 一面是在回归的门槛上 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设计 前一幕话当中 将港交所二次上市的席位 留给了那些在英美市场 被验证过的基优股 对于头部中概股而言 美股监管力度的加强 对其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而在美股市场讲不好故事 不被资本市场所青睐的 一些中小型中概股 仍然也是被港交所 无情地挡在了门外 那么回港的二次上市 可能只是大户门的避风港 那留给那些其他中概股的出路 又会在哪里呢 有人说答案可能是在A股 早在港交所酝酿IPO改革新政期间 内地证监会也做出了反应 2018年3月份出台的相关文件当中 明确规定允许试点红虫企业 按程序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 存托凭证上市 2020年4月份 证监会是公布了 关于试点红虫企业 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 进一步是降低了境外上市 红虫企业在境内股票市场 上市的市值要求 标准是放宽制市值 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有理由相信 随着一连串的新规出台 互联网大户们 可以选择在香港二次上市 而其他的中概股 回A股上市之路 也会被陆续扑平 只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 回归A股可能是最后的打算 一是除了科创百之外 回归A股主板的前提是 先私有化退市 对于股权结构复杂 外资股东占比较高的中概股而言 私有化成本相当昂贵 二是上市的目的 还是为了募集资金 按照坊间流行的说法 港股作为连岸市场 以机构性投资者为主 那么内地的A股 则是以散户投资为主 简而言之 假如A股 无法在短时间内 改变低估值低增长的市场状态 一些中概股 还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来评估风险和机遇 归根结底不过是信任二字 海外机构戴上有色眼镜 审视中概股 本质上还是财务造假事件 频发后的信任危机 等待中概股的直接考验 恐怕不是要不要顺应回归潮 而是如何去提振 投资者的信心 网易 京东等等 在港股市场的追捧 已经是向外折射了这样一个事实 对于那些耳熟能详的企业 并不要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 向本土客户来宣讲企业模式 与生俱来的一个好感和信任感 正是驱动越来越多中概股 回归的底层动力 那么怎么将开头 好的一个开头继续下去 这个才是中概股 掀起回归浪潮之后的核心问题 我们应该理解的是 美国股市对中概股的不公平待遇 这也无法否认 美国中间会在巩固市场信心上的 铁腕做法 所以在为中概股回归铺路的同时 还需要在制度上 巩固本土投资者的信心 至少应该多多的一些 去慎重的考虑 考虑一下 我们在这个回归之路上 应该还要做好哪些准备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